你好,我是你的英伟课老师Jason 在本课时我们主要来讲解 SEAL命令合集及对控制台的使用技巧 在正式学习这个课时之前 你需要掌握如下三部分知识内容 需要了解掌握Linux 然后需要了解一些SEAL基础 课时中会介绍一些常见的SEAL命令合集 需要了解TCP的三次握手 因为这个课时的SEAL合集里面 包含对计算机网络进行分析 我们来学习控制台的使用技巧 学习好控制台的使用技巧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熟练掌握控制台 提高工作效率 还可以通过快捷键的方式 避免因为大量的输入命令 减少错误的产生概率 那么都有哪一些快捷键可以供大家来使用呢 这里基于我对因为工作经验的理解 给你汇总如下 首先第一个快捷键是 在控制台操作类型的快捷键 分别是Centro加R键 可以帮我们快速的去在控制台查找 已经超过的历史命令 Centro加L键 可以清除在屏幕终端文字信息 Centro加A和Centro加E 可以移动光标到命令行的行手 或者是命令行的行尾 Centro加W或者是Centro加K 这个可以删除在一条命令行 光标之前或者之后的内容 那第二个类型就是属于 VRM编辑器的一个快捷键了 这里给大家推荐的是快捷键 Shift-ZZ 也就是两个大写的Z 那么它可以用于快速的保存文件 并且退出 进程类的快捷键 这里会给大家介绍 Centro加C 它可以终止到正在执行的程序 Centro加Z呢 是可以挂起一个在前台运行的进程 Centro加D呢 相当于终端 敲入了一个Exit 然后回车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Lelux命令中 它所包含的快捷键 如Top 那么我们常用到Top 可以通过Shift-P 来根据CPU的使用率 进行一个排序 那同样可以按住Shift 同时按住M键 来根据内存的使用率 来进行一个排序 这些都是我认为 一个高级运维工程师 所需要必备 而且需要掌握的 控制台使用技巧 熟练掌握完相关快捷键后 我们便进入到 需要命令合集的学习 在这一部分 你需要根据课时中 我们所讲的知识内容 在课后呢 进行相关的练习 练习过程中 也希望你可以应用到 上面我们所讲到的 控制台使用技巧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需要命令合集 并不是简单单一的 一个命令使用 而是讲解 需要命令的组合使用 它们适合的场景 虽然平时我们很少用到 但通过本课时的学习 希望你能够在 遇到类似的场景时 能够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而不必临时去查找 或者需要根据 意识的经验做拼凑 同时希望你通过 这个组合命令的学习 让你对 需要的基础命令 理解得更加深入 首先我们需要对 需要命令合集来做一个分类 第一类是空间的分析 这里包括了两个场景 场景一 当磁盘空间不足时 需要快速去定位所在的日制目录 场景二 是系统产生的很多碎片文件 导致iNote资源不足 那么我们需要去查找 对应的目录路径 第二个类型是指定文件操作 这里会有两个场景 场景一 批量文件的查找和内容替换 场景二 批量查找文件 并做拷贝打包 第三类场景是 链接状态的一个分析 这里的场景是 想了解用户请求 所建立的网络连接状态 最后一个场景 就是对IP信息的提取了 这个场景是我们在 需要脚本里面 通常会希望去提取到 本机的IP信息 该如何去做 空间分析 场景一 该场景主要应用于 当磁盘空间出现不足 需要快速的定位 或者对文件的使用率 进行排序 需要查看哪一些文件目录 或者文件 在用的空间比较多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 如下组合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命令组合 主要有两个需要 命令组成 前面的DU命令 进行磁盘的统计 第二个Sort命令 对统计后的数据 进行排序 中间的管道符 是用来做数据传递的 那管道符的作用 就是将前一个命令的输出 传递到下一个命令的输入 DU命令中 我们可以看到 -X的参数 它表示跳过 其他文件系统 也就只分析 本文件系统里的文件 它可以帮助我们排除 一些非本文件系统的 统计信息 这样执行的速度更快 且不容易出现一些 额外的干扰项 -Max Depth 这个参数 设置为1 这样就可以只统计 根目录下的 第一级目录中 所有的文件大小 第二个命令 Sort中 -K的参数 表示指定具体哪一个列 来进行排序 -N表示指对数值进行排序 -R它表示做反向排序 那整体Sort这一段的命令 的作用就是指定第一列 并按照数据大小 做反序的排序 接下来来讲一下 空间分析的场景2 场景2适用于操作系统上 产生很多碎片文件时 随时会产生大量的inode inode是用于 存放操作系统 文件系统中的原数据 inode过度的使用 会导致系统的inode资源不足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分析 通过DU命令 只能分析出 磁盘空间的使用情况 但并不能分析出 具体某一个目录下 产生了多少碎片文件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 如下的一个组合命令 来进行分析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命令 基于管道符 我们可以将这一串命令 切割为四个部分 分别是find awk soud 和head 命令 其中第一个find的命令 它是用来做文件的查找了 刚type等于f 表示指查找文件类型的这个文件 然后会将结果呢 通过管道符 传递给awk这个命令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awk这个命令 后面的参数 那么awk呢 它可以把文件内容进行整体的格式化输出 并且展示 f表示我进行文件内容的行处理时 它的分割符是以斜杠作为分割 v表示我做整体的结果展示时 默认加上一个斜杠进行这个展示 对awk命令整体的一个规则而言 有这样的一个格式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括号 表示行处理的这个操作 end后面的这个括号呢 表示行处理后需要进行整体结果的这个输出和处理 那在行处理的操作逻辑中 我们会看到 $NF为空 表示将结果里面的每一行的路径内容 最后的文件名滞空 而只保留这个目录路径 那么DIR是一个自征的关联数组 它用于统计结果 那在最后的这个end 做结果输出的这个内容里边 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个for循环 那这个for循环 就是用于便利输出所有的统计的 DIR关联数组的信息 因为这个命令组合比较复杂 我们在控制台中来具体演示一下 首先在控制台中输入这一串命令组合 你可以看到在当前路径下通过执行命令 结果已经把每一个产生文件的路径 按照目录的形式都已经展示出来了 并且前面还会显示 在每一个路径下 共包含了多少个文件 如果我们的系统提示 inload使用率的问题 需要分析哪一个路径下文件数最多 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组合命令 来进行分析 文件操作的场景主要有两个 一个场景是批量文件的内容 要进行替换 也就是当我们在一个文件目录下 有很多纸目录 并且纸目录中有大量的文件 而我们需要对这个目录下 某一个特定名称的文件 进行内容的替换 面对这样的场景 我们可以使用如下的一个组合命令 我们通过find加路径的方式 查找到需要批量修改的指定文件名 如这个命令中的consumer.xml文件 就是一个示例 那查找到文件后 通过find自带的参数exec 将结果传递到另外一个独立的命令 sed来进行内容替换上的处理 find的命令中 通过-name的参数 指定文件名做查找 -exec这个参数 表示查找到内容以后 传递给下一个命令 去执行相关的逻辑 sed命令主要用于做文件的替换 这里会将consumer.xml这个文件中的AA 替换成BBB 这个就是批量文件查找替换的一个组合命令操作 文件操作的第二种场景是 我们需要对文件进行批量的打包拷贝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样一个组合命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命令中扩号这一部分 扩号中包含了两条命令 他们使用管道符进行连接 扩号外呢 则通过两个语的符号 来与第三个命令进行连接 也就是我们首先可以执行扩号中的组合命令 先查找.txt的文件 然后将结果传递给xargs这个命令 来进行打包 如果打包成功 才会传递给cp的命令来进行拷贝 对于网络连接状态分析 是运维工程师经常需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需要经常了解 系统对外提供的网络服务是否正常 并了解他们的连接状态 这时我们就需要通过如下命令组合来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命令组合的构成 整体上来说 它是有两个命令构成 第一个命令是netstat-n 这个命令负责查看主机上所有的包含 tcp udp的连接信息 而awk命令 则是负责对这些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和分析 awk后有两个斜杠 扩起来的一个政策表达是 它主要是用来匹配以tcp开投的每一行信息 所以这就起到了一个过滤的作用 也就是指分析tcp的连接 后面则是对信息进行统计和整体的输出 而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提取主机上的ip信息 这里推荐使用如下组合命令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结构组成也比较简单 分别是由四个命令组合而成 前面的ipa负责查看主机上所有网卡的相关信息 然后通过grip这个命令来进行条件的过滤 再通过awk来实现行处理 并且把第二列的内容进行输出 最后通过awk指定斜杠作为分格服 来打印第一列的内容信息 这样就把ip信息提取出来了 最后来分享一下 大家对shel可能常有的几个疑问 首先是shel适不适合做多并发任务 那我的观点是不适合 在shel中一般需要通过nohab的方式 把进程放入后台去实现并发任务 那这样的方式存在一些问题 包括进程的状态不好控制 进程间的信息共享 常常以文件的方式来做 所以当我们遇到大的自动化工程 需要做并发任务时 建议选用pass.go.php的语言 那第二个问题是 shel远程执行命令的方式是什么 当shel需要执行远程命令 通常的方式是借助于sh这个命令来做 并且借助于它的协议 那我们可以参考这样的一种格式 要求来做远程命令的执行 那比如说我们写好了一段 这个shel 然后呢 前面按照这个格式 前面是sh命令 后面加对应的登录用户名 然后主机名称 以及这个脚本后面加 这个脚本所需要的这个参数 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远程对某一台主机 进行这个命令的执行 但如果是要批量的做主机任务 那这个时候则建议选用一些 开源的工具来做 比如说Ansible Sell Stick 等等这样成熟的专业工具来实现 另外一个是 shel适合用在什么场景中呢 shel总的来说 我认为适合用在追求运维高效 非性能高效 这样的要求 而且是简单的场景中 那比如说 我们要做的一些日制切割 进程的状态分析 然后系统的初始化 等等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完了 提取专栏中的所有案例配置 原代码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来自己下载 下一个课室 我将讲解关于NGX相关配置的优化 大家记得按时来听课 这组织不要